肩膀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肩旋转肌病变和五十肩 而五十肩主要是关于关节的活动度受限 肩旋转肌病变主要是动作不当或者是工作运动受伤 或者是肌腱退化等来导致 而如何分别差异呢 要如何治疗由医师来做专业的解答 肩膀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肩旋转肌病变和五十肩 而五十肩主要是关于关节的活动度受限 而肩旋转肌病变主要是动作不当 或是工作运动受伤以及肌腱退化导致 而要如何分辨差异以及如何治疗医师来解答 那五十肩跟旋转肌破裂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五十肩它是关节的活动度受限 它是肩膀渐渐渐渐就越来越不能活动这样子 那有些人他是因为原本的五十肩旋转肌有破裂 他因为疼痛关系肩膀不敢动 那不敢动就变成续发性的沾连性的关节 续发性的五十肩这样子 那有是有可能的 所以只要有以上的这些情形的话 都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医生来做一个判断 而若是要接受手术治疗 医师也说明肩关节内视镜手术 而此外经过肩关节内视镜手术时 发现关节内其他构造若是有问题 也可以一并得到诊治 内视镜的好处在于说 他可以更全面的看到这个关节肩关节中狭小的空间 那去做一个做治疗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在进去之前 我们认为可能是旋转肌破裂 但是进去这关节枪实际看到之后发现 他其实还伴随着其他问题 比方说公二头肌的发炎或者是断裂 那我们可以一并做一个修补 肩膀痛常会让人在睡觉 一个反省动作就容易痛醒 睡不好觉 而若是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就要找专业的医师求助 远离肩痛的痛苦 记得判斥于台东市报道